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从今年过年到现在 全台票房已经破了4亿 并且是让我这一代的动漫迷 非常热血沸腾 终于等到的动画电影 灌篮高手 The First Slam Dunk 其实现在才要来讲 这个题材 感觉好像已经没什么热度了 很符合我这个节目一贯的迟到的风格 不过其实今年在 二月的时候我有在友台节目 玉宅文青湘谈所上面 聊了一下我对灌篮高手的回忆 所以今天换我邀请到 玉宅文青湘谈所的主持人 Gala来跟我聊聊 那就请Gala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 Chris还有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玉宅文青湘谈所的Gala 对没有想到 我就受到了Chris的邀请 然后来跟大家聊 灌篮高手The First Slam Dunk 这一部电影 我觉得也算是互惠啦 因为之前我就敲了Chris说 既然我们都有看的话 要不要来录一集啊 然后现在就换我上Chris的节目了 欢迎欢迎 这部电影当时真的是 蛮火热的 我那时候还疯到就是 过年的时候 半夜凌晨去看午夜场 哇哦 好热血哦 对啊因为真的是找不出时间 唉真的太忙了 上次在Gala的节目中 我们聊了很多 包括漫画版 动画版 跟这一次的电影版 欢迎想要回顾过去的 灌篮高手的听众 可以去听一下 我想大家从过年后到现在 应该也听过很多人 很多节目讨论过的 灌篮高手 所以这一次呢 我打算只花一点点的篇幅 回顾过去的灌篮高手 然后把重点放在 这一次最新的电影版中 锦唱小燕老师加入的原创剧情 也想讨论一下 一个漫画家 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重新面对自己过去的作品 再次创作者心路历程 算是我跟Gala 在看过这次尖端出版的 电影设定集之后的 新的分享吧 在开始之前 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内容完全会有剧透 除了会有灌篮高手的漫画 动画 以及最新的电影版剧情之外 还包括了 锦唱老师的一些其他作品 例如会有不少 Reels的剧情等等 如果介意的话 就再注意一下 我会在资讯栏标记 有哪些片段会有雷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 一开始想要先 请问一下Gala 你最一开始 是怎么接触到灌篮高手的 第一次吗 这应该又要回溯到 童年时期吧 就大家应该都听过 那一首耳熟能强的 灌篮高手主题曲 OP跟ED 当初 就是从电视上面 看到灌篮高手的 动画嘛 他的动画正是太有名了 就是红遍大街小巷 然后也在台湾掀起了 篮球的旋风 所以当时候 我第一次看灌篮高手 就是看动画 只是因为我 我对篮球非常的陌生 我也不太会打篮球 所以呢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说 嗯 所以我就只有 看一下下 然后就跑去看 其他的东西了 对 我想我们这一代的 应该都是从小就在电视上 就有看这个作品 可以说是90年代的 共同回忆 我自己也是从国小开始 大家下课10分钟 都会冲到篮球场上 打个机场 然后大家都会学一些 灌篮高手里面学到的招式啊 像什么小人物上篮啊 后仰跳头等等 所以你是最近这次看完电影之后 就是因为电影的关系 所以再去看他的漫画的吗 呃对 老实说是这样 因为一开始就有看动画版本嘛 然后呃因为 之前灌篮高手电影版上的时候 我就有点好奇 所以我就去看了电影 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的时候 就是觉得哇 真的很好看 我那时候是为了 就是第一次看灌篮高手的电影 所以我跑去补了 灌篮高手的漫画 只是因为 呃一开始的版本 就是我记得有31集吧 就太长了 所以我还没有完全看完 这次电影版是focus在三王片 所以呢我就 呃 来不及补完三王 所以我就是补到三王前 然后我就去看电影 然后之后呢 补完漫画之后 我就大为感动 我觉得哇真的真的很好看 所以呢 我又补完三王的漫画 我又再去看了一次电影版 我看了两次 哇塞 二刷 没错 所以你现在对电影的情节应该比我还熟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好好聊一下 因为我身旁有更疯狂的粉丝 因为这次的电影版嘛 电影版它送了很多的周边跟特点 然后那时候我身旁有IG的朋友 他们为了要抽特点 就是刷了五次还八次吧 哇 对啊 就很厉害 超厉害的 我自己小时候也是看动画为主 动画到了就是进入全国大赛之后没多久它就结束了 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我有我比较有能力自己去买漫画 然后刚好差不多在那个时候灌篮高手漫画出到最后一集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其实我自己是从最后一集慢慢往前买 因为最后一集看了哇太精彩了 我再往回买 然后再把全国大赛的部分从用漫画版来补完 哦对 然后所以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就把灌篮高手的全部剧情都看完了 所以灌篮高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看动画的时候还没有那种感觉 看动画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搞笑搞笑凡跟热血凡 对蛮好笑的 就是非常标准的少年漫画的走向 可是我在看完漫画版之后我真是大为感动 就其实前面还是很搞笑啦 就是主要就是呃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标准的不良少年回头 因为恋情跟运动而改变的少年的不良少年回头 不良少年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在看完漫画后半段尤其是山王之后 我就觉得哇这个作品就是完全得到了一个升华 就是每个角色他呃他在人生的成长 他在打篮球的过程他们成长了 然后学会团队合作 然后他们有各自要去奋斗的理由 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深深影响到我 他们在挑战自我啦 对我觉得这也是锦上熊彦他自己在创作历程上也是不断的挑战自己 对啊没错 所以他的理念 他的理念就改变了我 对于人生吧 整个人生应该都有影响到 就是在锦上熊彦老师他的创作里面就是传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他不断在挑战人生跟挑战自我就是在逆境中成长的一个理念吧 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啊 就是无论你过得再顺遂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或是遇到一个挫折 嗯 看完锦上老师的作品之后你就会呃去思考说 哦 既然里面的主角都有办法克服困难 然后往更高的目标前进 那为什么你不可以做到 嗯 这真的是年纪越大越有感 哦真的真的 年轻的时候完全不懂 可是等到你到了人生的某一个看暂 就是某一个人生阶段你就会特别有感觉 好 好那如果要说灌难高所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的话 我之前在你的节目上我曾经有提过 但是你的听众可能比较年轻一点 可能比较没有共鸣 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上的听众可能有机会有跟我一样的经验 那就是当年我在华视收看周一到周五晚上 每天看灌难高手的时候 他的片头曲不是用现在大家熟悉的原版的主题曲 就是我想大神说爱你 而他是放当时的国语流行歌 所以他有放过很多郑中基的歌 还有放过陈晓冬的心理游戏 甚至好像还有张学友的歌 哇哦 那时候才小学还是国中的我 本来是完全没有在听国语流行歌的 我觉得那是大人才会听的东西嘛 因为那时候的我只喜欢听电视上的卡通歌 还会拿录音带去录那种卡通的片头曲 我会耶 对你自己做miss tape 对啊我都录什么魔神英雄传啊 闪电屁股车之类的 结果因为我每天看灌难高手的印象 我竟然开始接触国语流行歌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跟我类似的回忆 因为我现在在讲到这段说 他曾经片头曲放国语歌的时候 好像很少人有印象的这件事 希望有人能跟我回应一下 我相信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人就是跟你一样 哈哈 因为我小时候是电视儿童啊 所以以前还是录音带的时期的时候 我就会拿那个录音机嘛 然后在就是以前的电视节目 他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 可能就会播很多部 每天大概五点到七点左右 每天我可能会看个三集吧 然后我就会去录他的片头曲 然后做成自己的一个混音带 对 虽然那个音质很差 但是就觉得哇 就是听完很爽 就不用花钱 然后自己去做 自己去录一个自己的 喜欢的歌曲 动漫金曲串烧 没错 不过你有印象他 灌篮高手的片头曲 曾经放国语歌吗 呃没有欸 因为我看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大黑魔忌的版本了 嗯 好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跟我一样的回忆 对 再来呼吁一下 哈哈哈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灌篮高手的漫画版吧 呃你是这一次把漫画版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嗯 有哪些角色是你比较喜欢的吗 嗯 我看漫画版我最喜欢的角色是那个啊 三井啊 三井兽啊 哦 是他还是坏坏的时候吗 还是 后来重量之后 我发现真的台湾人蛮蛮喜欢吃这种 浪子回头的角色 呃我觉得跟当时的年代氛围也有关系啦 现在可能大家对不良仔的喜好程度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因为现在大家流行异世界转生跟隆澳天嘛 但是我就对于这种浪子回头的角色就是情有独钟 嗯 因为三井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呃 他以前是不良仔 然后原因是因为他角受伤 他原本是天才的 天才球员 然后射手型的 呃球员 就射 射蓝很准这样子 结果呢 他因为角受伤 然后他就必须被迫 离开他最喜欢的篮球 然后之后他就 变坏了 然后去成为不良少年 之后又 呃因为安西教练的 的关心 然后的召唤 然后他就重回到篮球这一条路 然后他就把他的长发剪掉了 然后变成一个换篮一新的 对 三井兽 对这个地方就是 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就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 被拉了一把 然后洗心革面 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那时候我看三井的故事就是 哇真的是 哦好喜欢哦 超级喜欢 呃然后后来 我觉得 除了三井以外 让我印象最深刻也 最刮目相看的角色 应该是流川峰 哦 对 对这个地方我就 我就会爆雷 没问题吗 哦没问题没问题 对就已经完结了二三十年了 大家应该可以接受吧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就预设 大家都是 完全知道灌篮高手的所有剧情好了 对 呃就是 刘川峰这个角色 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花美男嘛 狐狸眼嘛 然后长得超帅 然后一堆女生爱他 都一个王子类型的角色 因为我对王子类型的角色就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太完美的角色 会对我而言 我觉得他很虚假 呃当然 刘川峰他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设嘛 然后他很强 然后櫻木花道把他视为是一个劲敌 然后 是一个 必须要打败的对象 可是呢 刘川在故事中间 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其实非常 热爱篮球 虽然他表现得很冷漠 但是呢 他每天早上会爬起来 就是练习篮球 然后还因此 就是会上课睡觉啊 然后不小心迟到啊等等的 然后他心思也并不是 放在 呃跟 什么 因为他很受女孩子欢迎嘛 就是 就是会有亲卫队 但是他也完全不鸟那些亲卫队 他就是只热爱篮球 然后中间他有跟安息教练 就是讨论说他想要去美国这件事情 结果反而被安息教练就是 呃说你要好好再想一想 他希望 呃 可以在日本先 先 让自己 达到一个水准再出国 对 那个地方我就觉得 安息 安息教练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深目与远虑的 一个教练 所以刘川就接受了 呃安息教练的指示 他就是不断的在精进自己 然后包含到说 他后来跟仙道 呃切磋指教 然后到山王篇 他终于 蜕变了 他意识到说 呃 他自己可能 他自己的目标 是想要 挑战自我 变得更 强 对所以他在跟 呃他在跟 哲北荣志对决的时候 他就 笑了 就是一个平常冷酷无情 完全没有表情的人 竟然 嗯 他这个笑呢 就可能 包含了很多的意思 就我自己的诠释 我是觉得说 呃刘川峰他应该是 因为他 找到了一个可以 跨越的目标 他觉得 嗯 他觉得在跟一个强者的对决之间 他 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挑战的目的吧 他虽然这个障碍 会让你感觉到痛苦 但是你也是很享受在其中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一段呢 我就看到哇 刘川峰大汗淋漓的跟 龙志在对决 然后他笑了的那一幕 我就觉得哇天啊 这个角色 终于有展现出他该有的人味 然后那时候是真心的觉得他很帅 哦 他并不是只是我们单一看到的那个 哦好像王子啊 风度翩翩啊 很帅的一个形象 我反而是因为他在 呃篮球场上 然后那种流汗 然后在那种认真的神情 然后他对篮球的热爱 反而会让我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帅气 嗯 这也是景上老师真的 自己本身也热爱篮球 所以才能琢磨出这种心境吧 对对对对 完全就是因为 啊景上老师他也是个篮球痴啊 呵呵 对 那你还有其他特别印象深刻 喜欢的呃 桥段或是经典台词吗 嗯 桥段的话我刚刚其实有稍微提了一下 嗯 因为台词的话真的是太多了 就是灌篮高手里面 真的太多太多台词 很经典了 包含到山井有讲说 呃就是教练我好想打球 然后还有这样什么 左手指是辅助 然后另外 嗯 对对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嘛 然后对 櫻木跟秦子的最后的告白 就是说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后面就是括号是篮球呢 还是你呢 还是 对那一段我就觉得也是很 很有趣的台词 其实他就真的是竹 反正不及被宅啦 嗯 就真的是太多了 每个都可以拿来做那个经典名剧 对 我自己的话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最喜欢的部分 还是最后的山王站那一场 因为他真的太精彩了 而且 这时候锦上熊燕的画迹已经非常非常成熟 所以在画面的表现上真的很神 尤其是最后一集啊 有半本以上的内容是没有台词的 那场比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当时没有角色在说话 全部都用角色的动作跟表情 透过分镜来演出最后的攻防 然后你就会跟着很紧张跟着热血沸腾 这真的是 嗯 锦上老师非常强的功力 另外刚刚你也有提到在故事设计上 这一场比赛几乎照顾到了每一个角色的成长 就像櫻木跟刘川峰在最后终于为了篮球而愿意合作了 最后一球櫻木就救了球传给刘川峰 刘川峰又在最后一刻传给樱木投进最后一球 然后两个忍不住急斩 都让我边看边起鸡皮疙瘩 嗯 真的 他漫画最后一段真的超级精彩 因为我很喜欢锦上老师的画迹 他无论是人物的动态 人物的肌肉线条 他都画的超级细致跟细腻 然后那种汗水喷发的感觉 你可以很认真的感觉到说 他们是很重视这一场比赛的 所以你看看完好热血哦 而且他那个线条的力道也掌握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后来 因为太喜欢灌篮高手的漫画 我还没有收他的漫画 因为我家现在书柜爆炸 我可能完全版没有办法 现在还没办法收 但是我去买了他的画册 他的画册也是超级精彩 对啊 最后一场真的是每个人全身都是汗滴 都是锦上老师 一笔一笔把汗滴画出来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如果是经典台词的话 我很喜欢櫻木他问安西教练说 老爹你的光荣时刻是什么时候 对 是全国大赛吗 我的话只有现在啊 这一段呢是 当时櫻木他因为 前半场因为旧球 所以他的备受伤了 然后他下场修养 这个伤呢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 之后没有办法继续打篮球 但是櫻木觉得 现在是他最重要的时刻 他很想要赢得这场比赛 所以他希望安西教练呢 让他继续上场 在这场他人生的光荣时刻 去全力以赴 我有印象 这句话到现在还是很感动我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不管是在事业上 或是在生活上 可能都不断的在追寻 或是甚至曾经很接近 自己人生的光荣时刻吧 那种为了目标 想要放手一搏的感觉 每次看到这边都会很感动我 对啊 因为櫻木花到他 他在一开始的设定 就有一点热血笨蛋的感觉吧 对 所以 当你可以看到一个门外汉 误打误撞成为了篮球员 结果没有想到他开始 撩漏去 就是真的很认真 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 在 面对不败的山王 他愿意 挺身而出 然后不管怎么样 他都想要打败 那么强的一个对手 就算他受伤了 他还想坚持下去 啊 那个时候真的 为櫻木花到 感到一个光荣吧 就是真的是缺他不可 关于这一段啊 在这一次我看了很多人的讨论 或是好像 呃 有跟井上有确认过这边 有一个新的事情是我这一次才知道的 就是 櫻木在说完刚刚那句话的时候 本来是安西教练并没有要让他上场 刘川峰好像看到了櫻木的这一幕 所以刘川峰是故意犯规 然后让櫻木有办法在因为犯规的过程中而上场 嗯 所以刘川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认可櫻木花到 而想要让櫻木上场一起打这场比赛 啊 好像有印象 嗯 这是我这一次看到 呃 大家讨论才知道这件事的 算是我过了多年后才又 理解了我之前不知道的部分 这次 我发现大家看完电影版就是疯狂在讨论 就是一些彩蛋跟细节 我觉得很棒欸 哈哈 因为呃 以前动画版本的时候 的时代或者是只有漫画的时代 当时候可能这种论坛啊 还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发达吧 所以大家可能看完就 没有管到可以讨论 灌篮高手 就没有想到隔了这么久 就电影版 那么的红 大家看完就好像回到了以前 呃 年少轻狂的时代 就觉得哇 太好看了 就会疯狂的跟呃 在论坛上面 在网络上面 跟大家讨论 我觉得很有趣 嗯 好 最后我还是想提一下就是 灌篮高手 让我喜欢的地方 除了球赛 我还有很喜欢的就是搞笑的部分 因为这是在后来的作品中 比较没有那么常看到的 然后简唱老师的搞笑方式 在灌篮高手中的搞笑方式 其实蛮固定的 它都是让每个角色有特定的个性 那只要用类似的关键情况 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就能让角色做出反射性的笑点 例如櫻木总是想要找机会 表现自己 结果却耍蠢 或者是刘川峰跟櫻木的互嗆 还有像一些工程一看到材质 就会对他言听计从 眼睛变成爱心啊 然后琴子跟刘川轻卫队 看到刘川峰就会变成花痴 这些方式虽然还蛮老的 但是就是很打中我 我现在从看灌篮高手都还是会边看边笑 那搞笑的部分很有趣欸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得到笑到快死掉 是那个吧 就是櫻木花道把球灌在别人头上的那一段 就是他想要一直学大行星灌篮啊 就是他是一个外行人嘛 然后他设篮又设不准 又不会运球 就他唯一抢的就是抢篮板跟灌篮 他就是一开始不会灌 然后就不小心灌在对方 对方防守球员头上我觉得 手好手 我另外一个印象深刻觉得很好笑的地方就是 呃工程刚出现的时候 他跟櫻木有点要对对杠起来 对然后他们 他们两个都是有点不良少年嘛 所以呃他们可能要 找一个地方打架的时候 突然他们櫻木突然知道工程喜欢材质 然后就跟他互相讨论自己恋爱失败的经验 然后隔天他们就变好兄弟了 这是男人的友谊如此朴实无华 对非常好笑 对非常好笑 3D制作的成果你觉得怎么样 3D制作的成果 然后说一开始我很不习惯耶 我光看预告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是很像很像什么手游广告的风格 就是旁边那个线条很粗 有点我也这么觉得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点微妙耶 因为小时候看是那个赛露露片嘛 不过呢经过了几十年我想说 现在应该至少有那种什么CG呃的水准 照理说应该会很流畅 结果这次这次的3D制作就是 我也是觉得有点微妙 不过呢老实说我看到后面在打三王的时候 我觉得很热血而且动作之流畅 就动作非常的流畅 我觉得其实有颠覆我的想象啦 其实3D制作蛮多美角的 尤其是像这种运动漫画的话 因为现在都用动作捕捉的技术嘛 所以他以简昌老师要做这个篮球的电影的话 他需要找人穿着那种Motion Capture 就是实际去球场做篮球的动作 再把它抓进电脑里面做成数位档案 但是对于制作动画来讲 我觉得其实不是动作真实就是好的 你要表现出一些戏剧性的话 其实真实的动作不够有戏剧性 这都很多都是一些3D动画制作的美角 但是最后的成果我觉得他们是真的花了很多心力去调整 就你收集到真实的人物动作档案之后 还需要3D动画师在背后做非常非常细微的微调 或是你为了你的戏剧效果而调整 这真的是很花工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成果我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是很好的 对 就很像在看一场真的NBA的球赛吧 只是因为看漫画的时候 他会focus在一些角色的面部表情啊 然后还有一些对话上面 例如说里面的一些经典名剧的时候 他会特意去放大 他在电影版比较没有办法呈现出那种很有 紧张感或是很有魄力的感觉 所以呢 我觉得电影的他做的一个还蛮好的部分 就是他加强了音效 然后还有观众的加油声 跟观众的讨论声 然后另外还有他的片头曲跟插入曲都选得很好 我觉得他这一次带给观众的感觉 就很像你实际是在现场看球赛的感觉 所以你几乎很少看到角色的内心戏 几乎只有主角工程有内心戏 有内心戏 其他不管是櫻木啊 刘川峰 你就像是你在球赛现场看到一个人 他会去做这些动作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内心想法 对这边就跟漫画不太一样了 对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尝试 对漫画 我觉得是因为偏幅的关系啦 所以漫画版就 漫画版就还蛮详细的 然后电影版的话 应该是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他就把一些人物跟桥段给删除了 对例如说像虞柱啊 例如说像仙道啊 例如说像是浙北荣治的爸爸啊 等等的剧情都不见了 对啊因为可能还是要照顾一下 以前没有看过而新进来进场进电影院的观众 所以你突然有余著仙道 你还必须要花篇幅去介绍他是谁 但是其实 喔 在这个电影里面要表达故事 其实已经很多了 如果再去 呃多于描写其他角色 可能就 整个电影长度就太长 我完全可以理解啦 因为我身旁同事们年纪都很轻 他们进电影院 看灌篮高手 其实他们就是完全没有看过原作的状态下进去的 所以呢 他们 呃看完之后都非常非常喜欢灌篮高手 因为他们是从完全不懂嘛 然后到 呃借由工程良田这个角色 然后跟着他一起去 了解到说篮球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他们都超级爱 他们都超级爱工程的 就是 他们超级爱 就是他们一开始 觉得他是主角 对一开始就以为 他们一开始就只认识那个櫻木嘛 认识流川嘛 认识大猩猩嘛 嗯 然后最多就是 哦可能知道 稍微知道工程良田跟三井兽这样子 哦像被五虎将的部分 对 所以他们都跟这群角色完全不熟 也没有任何的情感 然后这次刚好是从工程良田为主角 从他小时候到他打 开始跟三王比赛 然后最后到他成功 这一段就是完全非常完整的一个角色的历程跟角色曲线 所以他们就 这些新观众们真的都对工程赞不绝口 然后甚至还成为了他的粉丝 嗯 那你自己对于这次以工程为主角 你是觉得喜欢的吗 嗯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习惯 哦 对因为工程良田在漫画版的戏份并没有到很多 哦 就是因为漫画的主角是樱幕嘛 然后另外比较重要的配角就是流川嘛 对他们两个戏份超多的 可是工程就稍微引薄一点点 就对他的印象就是哦他喜欢菜籽 然后他是一个 呃很很很厉害速度很快 对问题儿童 然后很厉害速度很快 个子娇小的控球后卫 对我对他的印象就久这样 所以这次由工程当主角我觉得还蛮新鲜的 对 嗯 因为漫画里面呃 介绍工程出场的桥段 其实就只有讲他是问题儿童 然后他造成了一些冲突 这个角色我觉得甚至他的工 觉得他的功用是为了带出山井兽的出场 对 所以对他的角色背景其实没有什么描写 锦上雄约在这次的电影访谈中有说到 呃 他对于工程的琢磨比较少 这件事他有点遗憾 所以这次的电影才决定以他为主角 嗯 我后来回想一下 如果只是论角色的家庭背景部分的话 每个角色其实都蛮少的 像刘川峰也没有什么家庭故事背景 但是如果是提到每个角色的成长的话 工程就真的是琢磨比较少 对啊 没错 所以这一次的主题以工程为主 我觉得虽然对一些如果一些粉丝如果是想要带着看自己20年前没有看到的山王站把重点放在这边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 因为人生中遇到挫折要怎么去面对 你要怎么跨越痛苦 继续走下去这个过程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锦尚老师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的话 甚至他可能想把重点全部放在这一次原创的工程的过去的故事 当然其他的制作方跟动画公司可能不愿意这样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是想要看到心目中山王这场经典赛事变成动画 对就是妥协吧 对对 那最后成果我觉得有融合照两边的想法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我也觉得老师这次处理的还蛮好的 嗯 但不可避免有些人可能会有点失望 但是就就接受锦尚老师的变化吧 大家就会说为什么 为什么哲斐荣志的爸爸没有出来 或是有人说我不想要看工程良田的故事 对啊 那在这部动画中你还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桥段吗 电影版我就是蛮focus在工程良田他小时候的创伤吧 就是他的哥哥过世的这件事情 其实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家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 因为他们家是单亲嘛 然后他们家三个小孩 然后生为老二的工程良田呢 就是从小就是跟在哥哥旁边 然后也是因为哥哥开始喜欢上打篮球的 所以呢 他们兄弟党就是不断的在增进自己嘛 然后哥哥后来也想要当一个篮球员 所以弟弟就是有点像follow哥哥这个样子 不过当一个心灵支柱一个家里的长男去世之后 其实小良田一开始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 他没有办法理解说哥哥怎么会出个海就不见了 嗯 所以呃 他是经常去哥哥的房间里面 就是看哥哥以前的一些奖牌啊照片啊 还有他的篮球跟篮球杂志 不过呢 妈妈后来就是觉得说你应该要走出去这个伤痛了 你不应该成为哥哥的影子 所以他就强迫工程良田就必须要脱掉他哥哥的球衣 然后他就开始整理他大儿子留下来的东西 然后开始收东西的这个这个途中呢 就跟小良田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就那一段我觉得非常的呃 心碎吧 嗯 就是当你在整理一个家人的遗物 他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会去想就他过去种种的一切 但是你又知道说你不可以在沉溺于这样一个悲伤的情绪之中 你必须要走出来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吧 所以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小良田他当时候年纪太小 他不想要忘记哥哥 因为他觉得把这些东西丢掉 他就没有办法再怀念哥哥了 可是他跟妈妈就是持不同的意见 嗯 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冲突 嗯 所以我觉得电影版他做的还蛮好的一个地方 是他把家庭跟亲情 嗯 就是融到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会让工程良田这个角色更加的饱满 然后再到后面 呃 良田长大了 就是比完伤亡战之后 他跟妈妈的重逢 就 可以感觉出来他已经 呃 他已经可以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嗯 包含到母亲对他讲的就是欢迎他回来 嗯 他们没有什么那种拥抱啊 或者是 呃 或者是 那种很讲开 然后他妈妈就是很淡淡的 呃 就是 拍了一下他的 手臂 手臂 然后对对对 戳了他的手臂 然后就跟他说欢迎回来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感觉出来 他们两个都从这个伤痛之中走出来 然后并且母子两人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和解 嗯 我觉得 这是每个人人生之中可能都会遇到的 呃 一个状况吧 嗯 都会会都会面对到某个人生之中的一个创伤跟伤痛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需要时间 嗯 去 去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 再从中获得能量再走出来 我觉得这是 呃 锦上老师他想要告诉我们这些读者的一件事情 嗯 这边真的是 他其实除了讲到了工程的伤痛 他其实也有演绎出 妈妈失去儿子的伤痛 对 他们两个互相都是受伤的人 妈妈也走不过去 哥哥 失去哥哥这件事 所以他们两个在最后三王战之后 两个人 算是都有进到下一个层面了 他们能愿意面对 家里现在是这个样子 如果有类似经验的 看到这边可能都会心有气气焉吧 嗯 对啊 我自己印象深刻有一点感动我的片段是 原来三浅寿跟工程在国中的时候是有打过照面的 对 对 那时候工程还在失去哥哥这件事的伤痛中嘛 然后又刚刚搬到东京没有朋友 那有一天他们在社区的篮球场上遇到 山井还主动的想要找工程打篮球 然后 山井的画面跟动作甚至会让我想到开场的时候 工程的哥哥找他打球的样子 那这边让我心头一震啊 对 如果他们当时变成朋友 那工程也许会早点走出伤痛 山井也可能会多了一个知心朋友 那也许后来事情就都不一样 对啊 那结果真的 命运捉弄 对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他们没有一起打球 没有变成朋友 也才会有后来灌篮高手中的冲突的故事 对 这也是这次电影版中让我蛮喜欢的编剧安排 再来我们来聊一下尖端这次推出的电影设定集好了 好 高拉你是最近把它看完了吗 对 因为这本有点 就是等这本有点久了 我也是一开始知道有日本这边有出这本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等台湾这边有没有中文版 那最后终于看到 里面有很多电影制作幕后的分镜啊 或是说明他们动画制作的过程 还有还有一个一段 两段锦唱熊燕老师的访谈 里面有谈到 这一次电影制作的契机最一开始是 2009年的时候 东一动画的制作人 找锦唱老师提出了把商王站 改编成动画电影的企画 他带着demo来找锦唱老师 老师虽然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但是对于demo的成果不是很满意 应该说那时候的动画技术 没有办法呈现老师心目中的篮球比赛 后来冬映动画 他五年多来改了好几次demo 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 锦唱老师收到第三版的demo 锦唱老师虽然还是没有同意 但是这一次里面 櫻木花道回头的画面 让他有一种感觉是 如果我亲自参与制作的话 这个櫻木花道是不是能更加的像櫻木花道 如果我加入的话 似乎真的可以拍成电影 所以他终于决定要制作这一次的剧场版 而且同时担任了导演跟编剧的部分 真的耶 就真的很久没有看到锦唱熊燕老师 就他也是 我觉得他自己对于灌篮高手完结之后 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想法吧 就他在访谈的时候就有说 呃 其实他知道说 读者们也都还在等 嗯 有没有更多的灌篮高手 所以我觉得 这个电影版某部分也算是 锦唱熊燕老师给读者的一个承诺吧 或者是 可以说是情书吗 呵呵呵 对啊 但这其实也是蛮大胆的决定的 因为 漫画家的工作跟导演 在工作内容上 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差异的 所以 对 开始制作之后 老师其实也遇到了蛮多困难要克服 对啊 就看到那个访台里面 他其实讲了很多 他的心路历程吧 嗯 也是花了好几年就是 专门在做灌篮高手的电影版 因为当时候漫画完结的时候 有很多的粉丝们都非常的错愕 就觉得说啊 锦唱老师怎么会这样子 他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烂尾啊 还是被腰斩什么的 但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是烂尾 对 我觉得 他反而是留了给读者 更多的想象空间吧 因为大家一定会期待说 啊 湘北就是要夺冠啊 他目标不是要称霸全国吗 他怎么就是打完山王就没了 就大家都很生气 对 所以大家一直在敲完后续剧情 但是 老师自己本身是非常满意他 灌篮高手结束的方式 甚至他是强烈的 我也是蛮喜欢的 对他强烈的要求要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创作者的韧性吧 是啊 这次他决定做动画的导演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些困境 譬如说 呃像 漫画的分镜稿啊 作者可以透过格子的大小跟特殊方式来控制 就是我们一个读者 他眼睛停留的地方在哪里 但是动画的分镜图 每一个分镜都需要用同样的画面来表现出来 嗯 不管是呃 欧美的动画电影或是日式的动画电影 都有所谓的storyboard 那 这种全画面的分镜是景章老师过去没有的经验 所以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去学习 嗯 没错 然后另外像漫画家在描写角色的时候 尤其是像景章老师这样龟毛的人 他会特别注重他画出来的角色的表情 所传达出来更深层很微妙的角色心理的状态 但是这个在动画中却是一闪而过的画面 所以以往通常在制作动画的时候 一般可能不会这么重视 画面所表现出来的细部情感 但是我觉得景章老师应该是没有办法放下这种 漫画家的坚持 所以在设定集里面可以看到 老师针对每一个画面的角色表情 不断的做很细部的调整 他就有好几个版本 对大概有 我几乎快要半本 设定集里面都是 说这个画面 然后老师调整了某个眉毛的角度 或是某个眼神的样子 我觉得对动画公司的员工来说 应该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 对啊 所以我没办法 这就是漫画家的坚持 那因为他毕竟想要给读者最好的嘛 因为大家都等了几十年了 对 如果只是好像妥协或是虚音故事的话 我觉得读者也不会满意 难怪这次制作电影真的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从刚刚说到 从2014年决定 景昌老师要亲自当导演 到现在上映就快要将近十年了 才制作完成 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像景昌老师还有提到 动画制作公司的工作人员 很多都不懂篮球 老师觉得像他在画漫画的时候 他会参考自己打篮球的身体反应 来画漫画的内容 所以他会带着动画师们为了这部作品 一起去打篮球 他希望工作团队都能喜欢上篮球 这样出来的成果才会有灵魂 嗯 没错 这是篮球痴欸 他就说我一定要做一个篮球的作品 这是他在连载 灌篮高手之前就跟编辑讲的事情 另外在设定集中好像还有提到一些 三剪片段 三剪片段的话 其实因为篮幅有限的关系 所以有一个角色就被删掉了 对 如果有买设定集的大家 应该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 呃 老师是打算在 呃 电影版就是安插一个角色 就是工程良田的奶奶 因为呃 一开始就有讲到说 工程家就出发生了一些变故 嗯 就是良田的爸爸 就是意外去世 所以呢 当时候就有 呃 在灵堂 祷告的一个画面 然后这时候的宗泰呢 也就是良田的哥哥呢 就跟呃 良田说 他会负起就是一家之主的这个责任 因为他们的母亲非常的辛苦嘛 他要养三个小孩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呃 安插了一个角色 就是工程良田的奶奶 嗯 她 她就是一个和蔼的老妇人 然后里面就有讲到说 她手上拿着毛巾被 呃 应该是从良田跟安娜睡着的房间 壁橱拿出来的 然后她走 走靠近就是良田的妈妈就是熏的身边 然后为她呃 盖上这个被子 然后她讲的非常的细 她想的非常的细致喔 就讲到说阿嬷在家骨着住着拐杖来看 可以想象她非常的高龄 而且呃 她可能是双脚行动不便的 对 就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阿嬷的角色是非常的高望重的 然后另外在设定集里面有讲到说 呃 就是工程良田的阿嬷 她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女性 呃 原本锦上老师她在这个角色旁边 就是有写说希望阿嬷可以讲出来的呃 呃 一个一段一段话 就是呃 呃 当风太强的时候 如果想战胜风就会被风吹倒 如果遇到连战都站不稳的强风 那就坐下吧 如果坐着也抵挡不住 那就躺下吧 趴下身子 耐心等风吹过 风迟早会停的 我觉得这是锦上老师她 呃 藉由工程阿嬷的这一个角色呢 来传达出她自己的一个想法跟信念 就是这个风呢 可能代表就是一个挫折跟阻碍 但是如果当你遇到这个阻碍的时候 你想要起身对抗她 但是你还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被击倒 呃 所以当这个强风即将要把你吹倒的时候 那不如你就先稍等一下 然后如果你连坐着都没有办法抵挡强风 那你就躺下吧 你就稍微躺一下 等到休息足够了 再起来去迎风而行 我觉得这一段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 而且也是有影响到我的一段话 但是我怎么听起来觉得 这不就是最近很流行的躺平主义吗 躺平 躺平吗 很新潮欸 对啊 我也觉得蛮躺平主义的 但是我觉得依照警察老师的一个想法 他应该不可能希望人一直都躺在那边吧 应该是最后是希望他事迹再继续接受挑战吧 对啊 就是你躺完之后 你有那个力量之后 你再起来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躺平之后要记得爬起来 对啊 就是 不然 不然就是大家全部都一起躺平 就是完全违背了 警察老师一直讲的那个挑战的一个概念 不是吗 难怪 难怪后来被删掉了 我是不知道啦 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啦 也许也是躺平的一个部分嘛 嗯 嗯 嗯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我反正先把real的十几集先补完 嗯 我看real真的觉得真的是既心痛又难过 但是我又觉得真的好好看 因为他呃 呃 其实是一个偏向写实上的轮椅篮球的漫画 嗯 可是呢 我觉得他里面讲到的人生的哲理 我觉得比呃 灌篮高手还要再更深刻 嗯 因为灌篮高手他毕竟里面的角色都是高中生嘛 嗯 然后他有讲到 有一些桥段是比较 呃 少年热血 然后有比较多搞笑的桥段 可是在real里面就比较少 因为real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 因为里面的三位主角 有两位其实他们是不良于行的 嗯 他们双脚没有办法啊 嗯 正常的行走 所以他们必须要依靠轮椅才有办法行动 嗯 可是呢 这两位主角 应该说这三位主角 他们都非常的热爱篮球 只是他们在人生的这个 在某个阶段就 呃 放弃篮球了 嗯 有些人是因为身体的因素 有些人是因为心理的因素 嗯 景桑老师他在描写这三个角色的时候 非常的认真 然后非常的呃 用很多的面向去刻画他们 然后最后他们三个都从篮球这个运动里面 找到他们的人生方向 嗯 我那时候在看real的时候 因为我很喜欢青春嘛 我喜欢青春这个角色 嗯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 他在小时候他其实是跑很快的一个呃 呃 男生 然后他一直想要当田径选手 可是 可是命运的捉弄之下 他失去了跑步的这个呃 呃 未来 所以他透来不良于行 他也曾经有自暴自弃过 可是借由轮椅篮球他发现说 他还是可以继续当篮球员的 就那个地方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一开始哇真的好心痛哦 好虐哦 为什么上天在一个这么优秀的 人身上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 但是又很棒的一个部分就是 他的绝望之中 他还是给了你一个希望 嗯 所以我是自己在看real的时候有好几幕 我是真的差点苦出来 嗯 就是除了青春这个角色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角色 他是摔角手 哦 对 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是什么了 就是那个摔角手也是很 很厉害的一个狠角色 他就是在摔角比赛里面 他都演坏蛋恶意这样子 嗯 然后他也有家庭 然后他就很想要在他的女儿面前 就展现自我 就是展现一个强大的父亲的角色 可是他同样也是因为一些状况 他没有办法踏上舞台 可是你还可以看到说 他仍然有一个目标就是 他希望可以重新站在舞台上面 然后跟他的劲敌一决生死 一较高下 对 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 哇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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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动哦 就既然他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那还有什么方式 还有什么样的挫折是我们 没有办法克服的 嗯 我觉得瑞友真的是 景章老师炉火纯青的作品 我自己没有全部 哇 自己还没有看完 因为他中间其实出的很慢 中间还有修刊 修刊了一阵子 那 当时他刚开始推出的时候 是大然出版社出的 那时候我就 嗯 我就开始买了 然后 他大然还特别 帮他出了非常特别的封面 跟一般他的书都不太一样 然后让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我也好几次都被里面的内容 看的真的是我眼眶都泛泪 嗯 真的 他的风格就 其实我觉得以这一次的电影版的 讲故事风格 其实就是瑞友之后 景章老师的风格 这种讲人生啊 讲挫折的故事 是 呃 老师在瑞友里面 经历过的经验 再把他加到这次的电影版里面 对啊 我那时候就是看到 里面有一段话 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 呃 里面有个男生 他原本是那种很叱咋风云的校园人物 然后女友一个换一个 然后 他在发生车祸之后 他就不良于行嘛 嗯 然后他就发现说 他以前的那些 他瞧不起的人 然后他那些猪棚狗友们 就开始 就是看他不起啦 就是看不起他 对啊 他那时候就是深受打击 然后反而待在他身边 最后成为朋友的 就除了 是跟他同样的状况的人以外呢 就是一个 呃 一直被他叫做丑女的一个女神 嗯 然后他们后来还交往了 然后那个男生 他一开始就是非常的 自傲自满 他瞧不起所有的人 然后当然他家里 他家里 他家庭的一些原因 也让他变得有点不可一世 不过反而在接受这样的一个 意外挫折之后 他开始去 呃 他开始有了一个 个性上的转变 嗯 他脸 他一开始是 有点消极 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看到那个斜坡 他就觉得说 我 我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 我以前都可以轻轻松松的 就是走上斜坡 可是我现在要 呃 做着轮椅 要上斜坡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就 那看起来很平常的斜坡 反而是成为他人生的最 最大的一个关卡吧 嗯 我觉得 这个 这个内心戏跟转变 我觉得做得非常的高明 他用 一个 在日常不过的 一个物件 就告诉读者们说 对 如果你是他 你有办法克服这个障碍吗 对 真的是 简正老师到这个时期就非常 厉害的 可以描写出这种 很细微的 呃 感觉 情感 对啊 就是很多面向的描写 真的非常佩服 嗯 如果喜欢看这种 感动人心的人生故事的话 真的要 可以推荐大家来看 Ryu 啊 那个时候 我推了好多人 但是大家都不理我 大家都说太太沉重了 Ryu跟让人见客 差不多是同时期在 进行连载的 那其实在 灌篮高手完结之后的隔一年 老师有推出另外一部 漫画作品 叫做《零秒出手》 这部其实蛮特殊的 因为我觉得 它其实没有那么受欢迎 它特别的之处是 我觉得算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 那时候是 呃 在网路上连载的 而且是一个全彩的漫画 然后当时是 出成单行本的时候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单行本 而且还是 翻页的方式 是从左往右翻的 左往右 对 内容我当时其实没有看 因为它的故事 有一点 我觉得还好 好像是外星人侵略地球 然后跟地球人打篮球之类的 诶 对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觉得锦上熊彦老师 就是真的是在 呃 创作方面想要找不同的突破 蛮有趣的一个突破诶 对 那所以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现在其实已经不可考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是当时有这样的一本 但是 我没有 这样它画迹还是 已经是灌人高手后期 那时候是很好的 但是 呃也是有 那时候我没有想要把它看完的作品 嗯 现在锦上熊彦老师 可以说是艺术家 他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 都有尝试很突破性的创作 除了刚刚讲到李淼出什么漫画 呃 包括 他在2004年有在黑板上画了 灌人高手的后续 十日后 然后 另外一些比较特别的还有 我记得也是十几年前 有一个UNO法拉的广告 他在地板上用很巨大的毛笔 画他的 不知道是不是画清田信长 反正画他很 画人像 那后来 简昌老师 也 很会用把 用毛笔的技法 加入到他的漫画里面嘛 所以这时期刚好也是 他尝试在第一 不知道是拖把 还是巨大的毛笔 在地板上画漫画人物 我觉得也是蛮 蛮屌的尝试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尝试各式各样的媒材啊 然后媒介啊 我觉得某部分也算是在挑战自己的职业 嗯 然后像后来他还出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书 像他好像还有出了一版呃去欧洲 然后研究高地的建筑物 哦有 我之前原本想买那一本 因为我也很喜欢高地 我超爱高地 哦 我对建筑师不熟 所以我当初在书店看到 哇 锦上老师怎么出了一本 跟建筑有关的书 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其实我 我其实还没有买 但是我之前一直想买 因为锦上熊彦老师 是我很喜欢的漫画家嘛 然后高地是我很喜欢的建筑师 哦 我其实跟建筑非常的不熟 我可能只认识高地跟萨哈哈迪吧 但是高地他的建筑很特别 他长的就是有机体 他的建筑上面还会有什么水果啊 然后还有一些长得很特别的造型 例如说他很喜欢蜥蜴啊等等的 他会把一些特殊的动物生物的造型 放在上面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很好奇 说到底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我后来还没有买 我先去买画册 我先去买锦上熊彦老师的画册 还有这本设定集 我自己是不敢买 因为我 我对建筑甚至完全不懂 所以虽然有看到这本书 但是我没有买 但是我有买另外一本叫做 空白的文字书 那他是一个呃 呃 当时 潜上熊彦老师在呃 连载让人见客跟REAL的时候 他其实遇到了创作上的瓶颈 所以修刊了一年半 那这本文字书就是当时呃 有记者去采访 老师在创作上的心路历程 嗯 那这本书我也蛮推荐大家看的 因为他就真的是呃 描写了很多老师在创作漫画上面的想法 包括他为什么觉得他无法继续创作 让人见客的故事等等 因为他一直没有想到 没有办法帮让人见客想到一个好的结局 然后还有他在 在在这个部分他跟灌篮高手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蛮值得推荐大家来看看 如果你对解唱熊彦老师有兴趣的话 我们刚刚讨论的这几本 我觉得很值得收耶 大家会可以更了解解解唱熊彦老师 没错 最后我还想讨论一个主题就是 以这一次灌篮高手又出了电影版来说 它是一个经典的漫画作品 它结束了多年之后 又再次有后续相关的创作呈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现在也有蛮多其他的动漫作品 有类似的情况 他们的成果又是怎么样呢 这是我蛮好奇的点 那我先来举一些例子 呃因为我觉得有些算成功 有些就还好不太成功 以不成功的例子的话 我先提两个 像也是90年代非常红的漫画 麻辣教师GTO 它在2002年结束连载 后来过了十几年后 中间滕哲亨老师 呃也有尝试画一些其他漫画 但是似乎都没有再造成呃当时那么红的风潮 在2014年他又继续画了一本叫做 麻辣教师GTO失落的乐园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去看 那根据我网路上看到一些想法 可能他大家没有觉得那么好看 哦大家觉得没那么好看吗 对我看到大家的心得都是呃比较负面的心得 嗯可惜啊 另外一个是中华一番嘛 中华小厨师 他原本的动画真的是爆红嘛 大家都知道 他在漫画在1999年呃连载结束之后 一直到2017年 一直到现在还在连载一个续作叫做中华小厨师集 哦极限的集吗 对对对 但是我说我也没有去看 那那我也查不到相关 我查不到太多大家觉得好不好看 所以以这种呃后续没有讨论度的续作来看 我觉得可能就算不太成功的例子 嗯 另外还有几部我正在关注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是我想要去看的有呃两三部 一个是神剑闯江湖在呃这一两年又开始推出他的续作呃 神剑闯江湖北海道片 嗯这个因为是我太喜欢和岳申宏老师的 我太喜欢神剑闯江湖这部作品 所以我是一定会去看 我已经买了但还没看 再来就是呃我之前节目中也有介绍过的神龙之谜 现在叫做呃答一的大冒险勇者斗恶龙 哦勇者斗恶龙 对勇者斗恶龙答一的大冒险 他在这一两年有推出一个不算是续作 算是前传然后叫做勇者阿邦与寓言魔王 他讲的是神龙之谜里面的主角的师父 年轻时候也是上一阵勇者年轻时候的故事呃 呃原作是跟原本的神龙之谜是一样的 但是漫画是找了另外一位老师来画 但是也是因为我可能真的是我太喜欢的作品 我就会很有兴趣的想要看他到底好不好看 那未来如果我真的看过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说 他们呃这样的续作是不是成功的 那不知道嘎啦这边你有觉得哪些作品是你觉得后续 重新创作是成功或是比较失败的吗 呃我对这个部分我看的比较少欸 如果真的要我追的话我应该会追神剑闯江湖的北海道片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神剑闯江湖这个IP 嗯所以当他的本撰完结 我觉得他他本撰完结的还蛮好的 就是讲到呃剑星的后后续故事嘛 就是呃 当然到他跟小萱结婚啊 然后他跟小萱有个小孩叫剑鹿等等的 嗯我记得后面好像还出了一个剑星划传吧 就是有讲到说呃剑星可能后续的故事 然后北海道片又是相隔几年之后 呃何月森红老师又要再做的一个呃后续的故事 所以我自己应该会看剑星的北海道片 可是呃老实说我对于这种呃后续发展相关创作 我自己我自己比较少会去看这类型的延伸创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呃通常作者们他要讲的都会在本篇的故事里面讲完 嗯而后续创作呢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是可能是他们可能是出版社的阴谋啦或者是或者是他们想要 想要再把这个IP拿出来稍微吵一下 对有一些可能是作者在他最受欢迎的作品结束之后 他开始画新的作品但是都没有成功 他只好再去看看他原本他最强的那个IP能不能再次创造出荣光或是榨干他的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我是这么认为的嗯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除非真的是像 何岳申宏老师他 不是何岳申宏是那个吴景洪志老师他的通灵童子 他是被腰斩嘛那我也许就会好奇说 啊那不知道后面的那个通灵童子的后续剧情 会不会有一些他原本想画的东西但他没画完的 嗯这个我就会稍微期待一下 不然我觉得那种什么二代的故事我其实都是只看只看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要把那个IP的剩余价值 乍干来或者是想要测试一下市场的风向的作品 嗯因为例如说像是火影忍者的博人传 我觉得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哦他的粉丝量还是很多 因为大家很喜欢火影忍者这个IP 但是至于博人传他的剧情到底好不好看 我就不予置评了 博人传还是暗本老师画的吗 嗯一开始他的剧情不是 哦 他的编剧其实换了还蛮多 蛮多人的因为他 他目前有几百集了 哦 对 像他中间就换过两三位吧 例如说像什么大九宝苍红啊 然后还有 田中秀人 然后还有那个小太刀佑金 因为小太刀佑金这一位呢 我自己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我之前有在追FGO的动画 然后小太刀他指导的篇数呢 我自己觉得很累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以前是 我之前是FGO粉丝 因为我觉得FGO他的 几张有几张的剧情 真的会让人起鸡皮疙瘩 非常非常棒 像如果是耐虚蘑菇 或者是像旭恩玄 他们统筹的剧本 我觉得都还蛮棒的 但是小太刀佑金他的 他之前指导的一些篇数 真的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欸 对就让我有点毁坏 对这个IP的一个信任程度 哦 所以他中间其实 目流人传啦 就是目流人传他换过好几个 换过好几个编剧 然后我记得 我记得暗本老师 暗本老师好像后来是 也有进去 是兼修吗 对 就是暗本其实老师 就是正式接手 目流人的火影忍者新时代 这是发在Naruto 跟Boluto的原作公式的 这个推特上面 他还发了一个声明欸 超好笑的 他叫做 关于漫画 目流人 火影忍者新时代 12月号V-Jump 52话之后 制作体制将 根据当初预定的时间表 进行更改 非常感谢迄今为止 一直担任编剧的小太刀老师 将来我们将根据 暗本老师的原案进行连载 所以这应该是漫画的部分了 所以幕后应该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吧 对 我觉得很好笑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觉得这种 后续的创作有一个重点是 他是不是原作者来画的 如果只是兼修 我觉得可能就是以出版社想要 做这件事为主 对 像神仙闯江湖啊 或是通灵同志 通灵同志有一部分是 就是原作的老师 自己亲自来画内容跟 发展故事的话 我觉得是 比较 我期待看到的后续创作 虽然他不一定会成功 哦对啊 所以这次 嗯 灌篮高手的电影 就是我觉得 景昌熊彦老师有亲自下去 嗯 做真的是太好了 不然 对 我很怕灌篮高手这一个神作 会被 不小心糟蹋掉 对 景昌老师这次电影版 我觉得就真的是 就是他不是那种狗尾虚雕 然后超能犯的再次创作 反而景昌老师给自己一个更难的挑战 去当电影导演 所以就结果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很成功的再次创作 那老师又再次在自己的创作世界中 完成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任务 所以真的是让人很佩服 景昌老师 对 他真的是非常认真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点完美主义啦 哦对 但是也是因为他这么认真的一个个性 才有办法让 新时代的 动画迷们感受到 就是灌篮高手这个IP的魅力 嗯 希望 能让更多人 以前没看过灌篮高手的人 能重新认识 重新爱上这个作品 哦对啊 我觉得这次已经 呃无论是老粉丝 还是新粉丝 我觉得都有感受到那个魅力了 嗯 我记得我之前在街上 还有看到一个妈妈 就是牵着她儿子 她儿子就是李承 功成良田的发型 哈哈哈哈 帅 我记得看过一个 呃新闻报道就是 呃自从 灌篮高手电影版 呃 播放之后呢 呃工程良田的发型 就成为了所有 年轻男性就是 想要的发型 哈哈哈哈 也算是一种复古吗 很棒欸 哈哈 对 好 那最后再次谢谢Gala 来到我的节目 如果还想要听听看 我们之前聊了很多 关于灌篮高手的心得 也可以到玉宅文青相当久那边听一看 那希望很快就有其他有趣的题目 让我们可以在一起来聊天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就跟大家聊 呃灌篮高手这一部 我觉得很赞的作品 他同样也是 嗯 改编呃改变了我人生的 神作之一 对我觉得非常的强烈建议 大家一定要去看他的漫画 看完之后也可以把REAL看一看 对 真的都非常推荐 那 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非常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上 订阅过期少年快报 跟玉宅文青相谈所 也欢迎把我们的节目 推荐给你的朋友 如果方便的话 请在Apple Podcast上 给我们无心好评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IG 跟FB粉丝团 这里是过期少年快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